穿下 身形一飘 下墙头了 只把个高飞吓得 浑身颤抖 怕让人瞧见 怕让人瞧见 这个说不清了 什么人奚落于我 发现我的刑迹不过来打我 轻轻拍我肩头一样往外掉了 十方才这个要打算暗算我 我此时已经没命 把高飞恨得一咬牙 说什么也得追上你 打得过打不过 我得跟你解释解释 我不是臭流氓 这样传住你 尤其传到我师父耳朵里 我活不了啊 我师父会晕得什么脾气 津津好斗双钢掌 赤短下大合成贵宾 兴罗烈火 拼得最暴 我可是大徒的 这知道我外边 瞧人家小宝负喂奶 那把我利益于掌家 想到这儿 高飞一咬牙 怀里面一伸手 震出这一对鼻管枪 在手中这么一情 也转时蹭蹭两架 上下了 站在墙头之上 定睛观瞧 这个人屡被他腰往下去服申请 已然出酒半见之地 回不头来 用手点话 你看 这多逗气 跟我来 高飞心了话 说 准知此人能为在自己之上 那是不得不追 一提自己这一对兵人 往前一塌腰 是紧追不守 这人在投了跑 高飞在后边追 似乎这人有一等着高飞 渐行渐走 一会儿快一会儿慢 高飞追了一个不记不礼 可就引着到城外了 来到了城外大开发 空旷之所无人之处 这人猛然间煞住身形 站着不动 高飞一提自己的这一对兵人 把这对憋管枪在手中 咱们一请朋友 一咬牙心了话说 明知打不过你 那没办法 你这个人 不太讲究 你看见我了 你不管对我是什么态度 你把我叫出前面 咱俩见面说不就完了吗 这桶跑 诚心往这儿掉了 你看这地方没人 大开发 甭问这就是动手的意思 我容你转个身来 我没好 我先动手吧 高飞绕是上三门的门户 还喊了一声朋友 这下午门就不演过就懂 这位一斜身 把他这双笔 这双枪啊等于是 给让过去 这台亮自己的刀 要的大翻身 这一脚正在高飞的前胸 躺着一下 把高飞给踹躺下来 高飞向鲤鱼打车起来 那能容得他吗 这人往前一根部 拿自己的脚尖一点 高飞的前胸膛 一捧手里那口刀 咬牙切齿 是面露中灵鸳鸭 你好大的胆 是我门户当中 焉能轮你这样的畜生在 小辈 你呀 憋活了 他说这两句话呢 宫坤 高飞把他认出来了 怨得自己未曾动手 一下就让他踹躺下来 也甭说我 比我再高的也不曾 谁呀 十多十斤生 这两句话一说呀 高飞脑子里转得飞快 他往我叫冤去 他认错了 他拿我当他徒弟 万方万里成了 这我可白死 我是憋着 拿万方给我顶的 他没给我顶 我先给他顶的 这叫什么事 高飞想的这儿 真急了 老爷的这 当我照顶梁门上就堕 那堕了就完了 他大喊一声 大爷 十多气疯了 为什么江泽多年师傅 怎么这儿大爷了 借着刀光月色 猛然间一瞧 又 不是万方 穿个答案是 这刀已经下去了 再想收手 收不了了 百忙当中一坐万子 往旁边一偏 这小子真急了 你卖脑袋 啊 踩儿停 把耳朵给削下一个了 刀过之处 红光风险 这一只残耳 落于尘埃 写词往外 这么一揉 把石头下坏 刀交在左手 就地抓力 把土一仰手捧 可就给高飞 这个伤口之处 可就给揉上 疼着高飞 劈里啪啦 看珠子往下一掉 用两手 一捂自己这只 耳朵的伤口 可没往外喊 这地方就得说 这小子是个硬骨头 只要一捂 我说 慢 我就生一只耳朵 那要生贴照样子呀 那惠军的徒弟 推怂点了 一咬自己的牙关 砍出来疼 直抽凉气 吃 吃多一看 哎 这是哪里花钱 老头怎么拍事 老头每天吃完了晚饭 闭门客途 叫谁呀 叫王环大 王环大几岁上他们家来的 这是老头啊 懒得差事 自己看成锅刮抹不容易 答应人家母亲了 这孩子我把他造就成人 可这孩子来之后又后悔 一个自己岁上太大 这孩子太小 怕没把他教育成才 那自己都走了 倒耽误这孩子 再有一个呢 寡妇门天事非多 我帮这寡妇拉扯 这儿子 闲话还多呀 我这岁数呢 也保不清有人说说道道 日共柴月共米 儿子在我们家养活着 这我说了不清 所以老头呢 晚上教徒弟 吃完晚饭 教王环练武 王环练着 老头递着刀 出去转一圈 这是什么意思 好汉户三村 好狗户三林 既是我十多人称侠客 远了不敢说 太原土小王家团一带 不能有人犯案 犯案就是王环脸上画道 摘我的门楼一样 给我上眼罩 让人家说您什么瑕疵 您连您街坊邻居都保不住 那么十多每天呢 定更天左右 转这么一圈 三更天回来 这儿王环武术也练得差不多了 也是两个一块歇着 每天每周这样 十多今天跟王环说 我教你两手刀 你好好练 王环自己练功不踢 老爷子低了刀口就出来了 正往前行 人影一晃 飞着旁人 正是铁找钥子高飞 十多一眼就瞧见他了 按锥齐后 怎么一跟他一瞧 这穿上打不这气大 穿打皮袄板穿着 戴棉杆帽 万方万里藤 三叶两寿上我的来气我了 我不让穿这衣服 非穿这衣服 我不让他这打碗 偏这打碗 我不让他来了 他还来 弄点东西在我门口一勾 你拿我当师父不当 你要真当师父 不再这点理 你把你的穿的哪里变了 普普通通 你穿个挂子来 我瞅着也是好的 为什么你听我的 非得能这么一身形头 而且胆大妄为 夜行之人也敢穿这身衣裳 万说是你万方 就是为师我增大能力 不敢如此拖大 哎 这孩子大半夜的 拽有什么呢 瞅这意思是要作案的 坏了 这几年不在我的跟前 难免沾染恶习 结识匪类 哎哟 要是自堪堕落 深染下流 他要小了坏了 今儿可是该着 我呀 连前代后 镇着我的门规 我可得伸手管 你小子今儿不作案 我跟你转油半熟 头天亮我把你擒住 我问问你要干什么 我还能许把你饶了 唐了你要伸手作案 可别愿为师我意狠心毒 今儿这事批咬啊 我得给你挖拢 老爷子打这儿 降下心头怒火 递了刀在后边跟着他 渐行渐走 来到小寡婚的院门外头 他不认得呀 老头认得 老头三帮寡婚 善哪 小王子头封边左右 没有老头不认 也没有不认的老头的 这边啊 这个男人是心丧 这个步道呢 财店的双居 还有小孩 这些情况老头都知道 家里边很阴时 老头一瞧这门户 哟 这不是留家吗 留家这个男人 刚走家里办白事办方上 人家家干嘛 啊 人家家一个小富道 新挂双居 带着一个吹奶的孩子 甭问呢 是杰索杰材 哼 还有苍天保佑 尽让我赶上了 这样我不是天天晚上 出来溜达溜达 小冤家办方 在我眼皮子底下 做些这案 我丢人可算丢大 老头跟着他上墙 你看他奔院里头 笑口拿猪宗 一扎进窗户底 趴着窗户底的往里瞧 这人愣在这儿 可把十多气着了 往饱了看 甭管人家小富人 在窝里干什么的 人家亮着灯没睡 你起立儿瞧什么呀 我弄死你就完了 想着这老头 撒着身后的 高飞这盲男不知 可高飞要这会回头呢 那月色很亮 老头一瞧不是万方 是高飞 他虽然说不认识高飞 但是一瞧不是万方 这穿的男孩怎么意思 哪来的贼 我把你擒住我好 不是当时动手啊 他没回头 从后边看 那个身上挫个 跟万方针差不多 也难怪 老爷子我认错了 用手一拍着尖头 拿手啊 一吊着 往外就走 向那个追的没人地方 你得喊呐 师父您别跑了 我知道错了 他也不喊 爹着家伙子追我 老头心的话 你过来 你跟我动手 我一刀我就要你的命 一刀踹一趟去 捧刀就坐 照着顶梁就批 恨坏 高飞机灵 高飞怎么认着他呢 他跟方奎 方柏林这把兄弟 高飞是 会宝费的徒弟 这个会宝出家 跟这个石头认识 石头见着呢 不管他叫何人 叫他家里的名字 管他叫老二 因为我跟你大哥这把兄弟 从小你是你大哥 报大了 那么他见过高飞呢 会宾徒弟多了 五十九高飞一个 所以他记不住 高飞记十多个青铜 一看十多脑子他就明白 他拿我当万方 说这个话没错 他是要管徒弟 这一喊大爷把自己救了 两下里边的闻一片 把耳朵炫上一个 你要不做腕子 这脑袋下里扮俩 那也甭活了 你要不偏头 脑袋下里扮俩 也甭活了 然后是这样 下了一只左耳 老头一瞧是高飞 这穿的搭板 跟自己的徒弟一样 你怎么把我叫大爷 我不是别人 我师父我大爷 人都认的 你师父谁 我师父金圣山玉皇岭 我老师 徒不言师父 数个顿说 上会下宾是摊的把号 哦 方老二的徒弟 你叫什么 我叫高飞 有个匪号叫铁老药子 你大爷是谁 方辉方波林呢 那是我亲师大爷 哎呦 那你帮我叫大爷就对了 方辉跟我把兄弟 你是不是我们俩看着长大了 你干嘛呢 你怎么穿成这样 你打算让人留下干什么 你跟我说 这高飞一琢磨 我也别说瞎话 我怎么穿成这样 就为你 我徒弟穿成这样气我 你也穿成这样 还就为我 你为我什么 人不知道 你有个大徒弟叫万方万里成 哎呦啊 他也穿成这样 你效仿他呀 我效仿他干嘛呀 他还笑我呢 你们俩到底谁先穿皮袄 那都没考上 反正他也穿我也穿 您传他一队笔管枪 我老师也传我一队笔管枪 江湖之声一时余量 人说我们俩不分上下 我是打算找他 比试比试 哦 所以你也穿成这样 哎对 那你找他呀 我上您家去过两回 都没碰上 没碰上又怎么样 我打算在本地做几案 啊 十多一听 这是什么人性啊 你做几案当着了什么 今天我们俩穿着一样 我可不留我高飞的名字 我留万方的名字 我好把他挤着出来 到时纵然他不拍门找我去 他也得票出来 接为他人徒弟 侠着跟徒弟得到案顶端 他得打官司去 到时顺老李伯 把他救出来 比试完了 我再去投手 自爱 我也去 啊 上衙门里待着 他要够朋友 再把我救出来 你们俩啊 这过家劲呢 你们俩玩得挺高兴 那么让你偷盗之家 招谁惹谁了 纵然是到时你把钱财 退赔于人家 人家网收一场驱惊啊 高飞啊 你这个想法也太幼稚了 再说你找不着他 你找我呀 那必然我跟你们俩约在一起啊 你让他们俩鄙视 你们俩鄙视什么 我和你们俩衣服脱了 我领着你 跟我跟东鹏光建你大爷 那是我的把兄弟 跟你大爷一块领着你们俩一块 我找方老二去 你可是大清朝四十名剑之首 郑虎侠的徒弟 就叫你出这徒弟来 也难怪 有一就有二 这世界上就人以群文物于类居 我有这混蛋徒弟 你也有这混蛋徒弟 当然了我们俩们呀 你们俩不把这身衣装脱了 我们要正门归 那会儿才对 怎么着 背着你的老师背着我 你们师兄弟闹离戏 就敢公然作案 这亏的是碰着我了 这要不碰着我 你知道你刚才去那家 是什么人家吗 心丧王夫的一个小寡妇 双居在家 那么你要是破门进屋 与他的名誉有碍 他就活着是死去 就冲着一手 我就应当要你的命了 您说的对 我知道错了 愿我白天踩到没踩明白 十个您说 您不把我耳朵炫下来 我也不敢怎么样 您看 我躲在窗户 我蹲那半天 您这是我干嘛呢 你干嘛呢 我那就思想斗争 我不敢进去 我这正后悔 我这找这么一家 要走没走了 怕您老人家 照这么一说 你还是个好孩子 那您什么话 有门规管的呢 我的老师 你也不是不认识 我大爷跟您 把兄弟 那我也错不了 这么跟您说 炫下我耳朵来 我绝不怨您 怨着怨我自己 一时把势作差 那个动然就是 您把我脑子跟剁下来 我这条命死了 哎 情侵命不去 事有事在 谁让我犯独作事情 谁让我犯了案呢 那么完了 老爷子 老爷子 您把我耳朵也炫下来了 今儿我也得到教训了 此事与您无干 您帮我走 十多厅在这儿 宝刀还侠 伸手把他掺起来 一起来 照你这么一说 也愿我 年迈苍苍 行事鲁莽 老头一下腰 伸二拇指 把他这一片残额给捡起来 在自己袖口里边 这么一掂 勾回一条 这怎么回事 我的耳朵得给我呀 怎么啪收起来 大爷您什么意思 你有别的事吗 没别的事 好 跟我回趟家 跟您回家干嘛 我略被水酒压惊暖疼 谁让我下手中了 送我的遗体 不可随便丢弃 那么你到我家来 有几句话跟你说 我不去了吧 你要不跟我走 造显得你怀恨在心 你可是怨大爷我 那你要那么一说 得嘞 我跟您回家 老头拿着高飞 这盼片左耳 领着高飞回到家 到家里边 让家人这台打来清水 预备好精冲药 给他上药 老头亲手 给他洗这个脸 连着半拉脑袋 把刚才揉的这一把土面 跟这个血迹 全都给他洗干了 给他上上窍 拿新的棉纱布 给他包扎好了 这会儿高飞 这会儿高飞才决战 还过点劲了 预为那么一桌风风盛盛的酒宴 让人取过两块红绸子 一块油布 一张纸 取了二个两银子 都在桌上搁着 用手一指 上手主位 老贤侄 你请吧 高飞吓得站着不敢动 在您的家中 我哪敢坐这儿 这是上手主位 长幼有序 当然是您老人家坐 飞爷 慢说是你啊 就是你师父方王二 你师大爷方魁方伯林 就是有我在 他也不敢公然坐在此处 上手主位一定是我的 可是事有事在 谁让今天带我下手中了 我伤了你的残体 自此之后 你落一个残疾之人 那么显着是我 行是鲁莽 我让你坐 你就坐 咱们说的哪 办的哪 行吧 高飞脸一红 如此说来 小侄遵命 往上手一坐 战战兢兢 处处坍坍 大爷您要干嘛 老头一伸手把酒壶抄下来 来 喝一口 这算压惊暖疼 您老人家请 您俩一端酒杯 这头一杯干了 把这耳朵拿出来 老头已经把这片给洗干净了 拿这张油布一包 外边是这张纸 都包好了 最后红绸子一包 这是你父母一提 不可随便弃制 你戴在身旁 多谢大爷您 我怀里揣 二个两银子拿过来 这方红绸子这么一包 这里戴着 我腰里的有盘缠 我不敢领您的钱 说到哪儿 办到哪儿 让你拿你就拿着 你要不拿 可就是怀恨在心 照您这么一说 我可就亏领了 二不两银子也拿过来 在我这吃 在我这喝 吃饱了 喝足了 大爷我也不留你 你走你的 去办你的事 日后有一天 万方万里程来看我来 我带着他亲上 金凤山 见你们师徒二人 给今天这个事 赔礼道歉 并且给你们小哥俩 说开了 切脱武艺 因证武学 皆可自后 不可华中取从 那么我给你的钱 还你的耳朵 一是赔 不是二 我有一事相求 您说 回到金凤山 见着贵老师 方家老二 大和的贵宾 我要你把 今日之事 一五一十 是实话实说 听得明白吗 这是实话实说呀 好啊 算我求你 皆因为你若实话实说 我怎么削得你的耳朵 削完你耳朵 是怎么办的 日后还有我们兄弟的交往 我们还有交情二字在 倘若你要从口舌 只能搬动是非 说瞎话 不说实话 可就把我们老哥们 几十年的交往 可就给耽误了 听得明白吗 听明白 您放心 我一定实话实说 好吧 即使如此 咱们俩俩吃着喝着 高飞 强作观言 连吃带喝 银子跟自己的耳朵带好了 猛然间用手一指窗外 大爷的要抬头关桥 现在天光大亮 我就此告辞 那我亲自把你送出小王家图 这就不敢老年老人家的见 满面和颜月色 一片和气 看得没什么 暗咬牙关 出离了小王家图 往下一踏腰 购问陕西凤翔府方向 只跑了二百多里 这才敢回头 用手摇着这小王家图的方向 十多呀 十多呀 伤我的身体 使你家太爷我 我烙下残疾二字焉能与你 善罢甘休 岂是区区二百两银子 你就把小太爷我给买通了呢 你就能让我不恨你了吗 你等着我了 落头往金凤山跑 回转陕西凤翔府金凤山 一路之上一琢磨 要凭我铁找药的高飞 找十多报仇金生乌 我练到死我也打不过他 要想报仇就得找我的老师 来到了金凤山山底下 他咧开大嘴可就哭声 您怎么没拿 他光把这耳朵拿出来 一直哭上金凤山 玉皇顶 禅堂方丈之内 扑通王老师面前这么一跪 会宾大惊啊 高飞这些日子不在庙宫 不知哪去呢 托儿啊 飞何啼呼啊 啊 一看 包着布 我把这耳朵没了 威师问你 你的左腕哪里去了啊 师父 我去了一趟山西太原府 大中 去趟山西太原府 左耳朵就没了 这要到一趟山东济南府 就许把你的五官全眩下来 这里要来一趟云南昆明府 就许把你的四肢都剁下来 生个献鼓子回来啊 山西太原府 怎样 忧失择耳 有点 徒儿不敢说 实话实说 那要实话实说 是前些日子 有人给我烧了一个口信 是山西太原府十多十年生的大徒弟 玉顶金鸣万方万里城 他给我带来的 江湖上有人说 我们俩人穿上打扎一样 都是反穿皮袄 戴毡帽 是一对鼻管枪 他心内不服 可就约徒儿我 够奔山西太原府 小王家徒 十多当家 我二人比武较量 切磋武艺 看能到底谁强谁弱 是孰高孰低 那么徒儿你去了没有 我这您徒弟 您站死 不能吓死 当然我要去 可这有一节 我没敢告诉您 我是备师命下高山 够问山西前去比武 这也不算你的不对 想你年纪轻轻晚身 武艺心高气傲 有人约你比武 自是英战 又如何呢 来到了山西太原府 小王家徒十多趟家 这个万方我们俩开始碰着 碰着可是碰着 他也就托我的对手 三周五是被我打掉了双枪 那时节他满面残羞带溃 徒儿我扔掉双枪 伸手相掺 哪之就这会儿 您猜怎么着 啊怎么样 老匹夫十多 钻刀穿过来 就是一刀 不是徒儿我躲得快 我这颗脑袋就下来 然后是这样把我的左耳炫掉 用手一指我 说小畜生胆大放 没来到我家里 竟在行凶伤人 消去你的左耳 是暂坐记号 滚回计讽站 告诉方家老二 啊 他怎么去言讲 半月之内 让您购奔山西 蔡元府 陪你道歉 如若不然 他带着万方 要上山找您 咄咄咄咄 大和人会 闻清此言 暴征二部 尤其脑袋 三寸多长 这一条子肉直咄咄 口飞一瞧 这条子肉一咄咄就行了 感情的大小 让野狗剖尸 把脑袋磕下来 这么一条子肉 这条子肉一咄咄 这位大和人 会员的意志 就不受自己控制 就绝对一股血 笨脑子去 浑身的劲 往自己的身上 这么一运 伸在里面 这张蝉床 嘎嘎嘎嘎 哇哒 能让大和人给坐塌了 大和人呼呼好 不能说跟这蝉床 一块全坐地上 他站庄站住了 床可塌了 高飞跪在这儿 鼓掠出一粒去 不知道何正这会儿 凶行大发 要干什么呀 师父 您怎么样呢 可恼 十多十句 你跟我大哥是把兄弟 弟兄向来和睦时长的来往 三姐两寿 我们哥俩可没拉过理呀 怎么出尔反尔 如此反 你不查 羞辱我的徒弟 纵然他在你家里面动手伤人 你也不应该伤残他的肢体 消掉他的左耳 分明藐视会宾 我应当带领高飞 购奔小王的徒 找你理论 要恐上我大哥跟你多年的交往 可话又说回来了 我不能听高飞一面之词 他要说的是实话 混责罢了 他要说的是瞎话 这不是搬弄是非吗 合在这一想啊 这小的肉不多 他这气下来了 还有小合 师傅 把这屋子归着归着 换一张潭床 大伙 把这木头都扫出去 换潭床啊 您先站着训徒 又一生气 又扫进一张潭床 有说咱庙里十方不实 有的是钱 别加不住 您这么糟的 您这您这上半年 坐他多少饮 我弥陀佛 愿我 高飞这向来 高飞 满面带来往这一跪 师傅您得管我 我不能管你 我不知道你说的实话 是瞎话 我硬敢在您面前 说瞎话 可是有意见 我听到你这个话里话外的 可是搬弄是非呀 想那十多十今生 一世 霞鸣 不是倾你得来的 更何况跟你大爷天下第一霞 我大哥方布林 堪称莫逆 交往一生 岂是因为你这几句话 就能打得起来的 啊 纵然是被人家消掉 昨耳 也是你咎由自取 至于其中 关节真伪 我也不必西问 你的事 你的事我不管 你出去吧 高飞一听 但 会宾不管 那我这仇口报不了了 哎 您不管就不管 不管不要去 说的话站 拿着这片残痕 我脸让我卖走 人家也有老师 人家也有老师 人家徒弟让我打了 人家老师管 我让人家打了 我老师可不管 那么这么多年 做徒弟的乃点不孝顺 您可以说出来 您算不着这呀 告诉我们说瞎话 搬弄是非 这股子冤我向谁去诉 这点驱我向谁去表 乱着怨我的爹娘 把我生长下来 我不能够 好好的孝顺父母 西前城关 自由上山 我贪恋武学 败在老师的名下 十字浪学成 自此扬名 没想到 没等我扬名天下 孝顺父母老师 先伤残了之体 烙印残废之人 老师不管 我活在世上 是多余 找一个没人的地方 我死了算 我的眼泪 一边嘟嘞一边往外走 哪一句话 都往费宾的废馆子里边去 费宾站在这儿 这么一运气 小孩一瞧 坏了 这专有要重新办 他这能力太大 自己发怒得回点什么 师父师父 您您别怨气 好 高飞回来 高飞 知道老师的脾气 这会儿要回去 他还是不管 假装没听见 反而撒腿往庙外的跑 攥着这耳朵 一直往外跑 两换三生 高飞不回头 可怕大合同气坏了 这不驱了我徒弟吗 大喊一声 弥陀佛纵身行 穿出禅堂 三穿两纵 到半山要才把高飞给逮着 高飞腿坏 出了庙都到金凤山半山 和尚应拿燕雀的乡法 可就把高飞给攥到手里 滴了回金凤山玉皇岭 往院子里这么一扔 我喊你你没听见 听见 听见你不回头 老师叫我回头 您叫我不回头 啊 你不料我是你的老师 你不管我 我说你看 辛辛苦苦 那么多年 我死了乱了我 高飞 我把你一个无知的鼠辈 我怎么教你 怎么个窝囊徒弟 外面受了委屈 回来跟我哭 你要之为 是我年少之时 闯荡江湖 野兽 写个委屈 身后便 兵自己长能耐 退役恩仇 要他的命 窝窝囊囊跪在这儿 找我替你报仇 想我的兄长与他八百之交 我嫌能去找十多呀 也罢是阿弥陀佛 高飞 我准你下山报仇 你自己去找十多 有能耐你报仇 没能耐你受的 可是不管你惹多的祸 有金凤山为师于你 担待 可了不得 大和英一时互短 许些这么句话的 你随便 我准你下山报仇 你找他去 你在外儿惹多的祸 只是为了找十多报仇 天塌下来 师父我听的 高飞一听是这话 那就好办了 是吧 那我可有多的祸惹多的祸 您听得住吗 高飞也高飞 要不看在你大爷的面上 慢说是十多呀 就是比十多能为再大点的 为师要想置他于死地 是易如反斩 不过多年老弟兄的情面 不愿轻易撕开 说你下山报仇 不要啰嗦 有多的祸 你惹多的祸 也让为师我瞧瞧 徒儿你的出息 你能惹多的祸 你能捅多的祸子 和尚会 和尚会 就没瞧几他 顺事给他哄下来 没管 高飞一听的话说 行嘞 你不就这样对我吗 找十多报仇先不忙 我先给你捅俩货 我让你瞧瞧我多的出息 你不盯得住吗 哎 你来吧 他就下山了 下山去哪 找十多不瞧 没能耐 找万方不敢去 这仇报不了 他一琢磨 凤翔湖一溪 有一座断龙山 断龙山有个天王国路冲 这小子 投奔断龙山 到了断龙山 天王多禄冲 一瞧铁找钥子高飞 那是会宾的徒弟 武艺出众啊 你别看掉一对耳朵 他也就打不过十多呀 他这腿能得不简单呀 白禄冲很是重用 留在断龙山那 是以为绑闭 要往高飞一人 惹不出多的祸 他一琢磨 断龙山势大 我仰仗的天王 多禄冲日后 我得到此仇 我的肖尔之仇 他是正酝酿的呢 解七星山跑了于礼拜 让二冠弟兄给轰出来 为什么呢 二冠弟兄在处理 小不要亡还这个事情上 意见相否 礼拜借机尽残言 要撤口跟俩打起来 没想到二冠弟兄这地方明白 你分明是挑拨我弟兄的情感 应当伤你的性命 现在山上有大敌 我不愿意未曾破敌 先伤自己的人 这样把礼拜给轰下来 那么礼拜呢 他出了七星山 没地去 他可叫购奔 断龙山 投奔天王 伯禄冲来 到这儿 他没有认识的人 哎 他一瞧 怎么金凤山 金顶 这个 玉皇顶里边的这个少爷 高飞在这儿 这是我的朋友 暗含的这跟高飞这么一提 高飞还纳闷 你不在七星山吗 你跑这干嘛 我让他轰过来 兄弟你怎么样 我身负其冤 有七尺大乳 我没法跟你说 你瞧没 耳朵下你 何人所谓 老匹不十足 啪啪啪把自己的事 可就跟啊 这李贝说 李贝换呀 李贝一瞧 行了 本来我要献与伯禄冲的 现在啊 即使高飞 他跟十多有仇 他又有这么大能力 我不如把此物献给他 告诉你 高飞 你别看我现在 如丧家之犬 侮辱容身之力 来到了此山 我身负其薄 我没往外拿 错非兄弟 你在这儿 换旁人 我绝不能拿出来 高飞一听 李贝大哥你有什么 这小子 拿出两个硬木匣子 一大一小 谭木匣 先把这大的打开来 高飞往里一瞧 就是四寸多长的香 这是干嘛 这叫独木香 什么独木香 你不知道 专着人的二目 点燃之后 有一股一香 人闻着之后 不理会儿 可一会儿 就走他的二目 啄了他的双眼 七七四十九天 必死 多少人得着这帮子 配都不得其法 唯独哥哥 我下了大功夫了 我试验多少回 才试验成功 得知此香 可没有多少 就这一匠 那么这个药有解吗 有啊 把这大匣子 插好的 把这小匣子 就给打开了 里面是个小瓶 这小瓶打开了 一阵的轻枪 是黄药水 有个名字 叫八宝莲花路 是竹木香的解药 就专制这个 这解药 可费了尽了 好多人得了竹木香的 这个香方子 他不会送 我做得了 要按方法而至 也倒容易 唯独这个 别看药就是五味 有三味尘药不好得 九秋双三冬雪 外加中午 这三样 我攒得多了 年才攒得一起 就配这么一料 就得一小瓶 用完了就没 有这两样东西在手 还愁兄弟你的大成物 不能得报 高飞一听 那么你愿意把这东西给我吗 当然 咱们哥们有交情 我头号断龙山 断龙山并没有亲近之人 我看兄弟你得断龙山很得势 天王波禄冲以为绑币 你就是我近身之街 好嘞 有这两样东西 我算能够报仇了 高飞这才带着竹木箱 购奔山西太原府小王就托找石桌 石桌正忙 怎么呢 跟彩凤山呢 金头授性红薰 两人商量 怎么搬家 那边商量怎么散山 怎么追这个 清柴年代人去 他一时不得下手 他也打劲出来了 这两个人 现在已然保了年清差 这下高飞和高香 我真说要暗算石桌 红薰这样的人 就凭我高飞 真不见得办得到 纵然有竹木箱在手 也是枉然 年清差是老实的 他是容易的 倒不如我接族仙灯 我够问陕西凤翔福 我等着年庚瑶去 那时我竹躺去年庚瑶 我可就栽赃在你石桌的身上 七七四十九天 年庚瑶纵然是毒发身亡 你石桌绝活不了 打过不到七七四十九天 就把你石桌正法了 我借刀杀人之际成功了 那时我在县上八宝莲花路 我给年清差把二目治好了 监控折罪 我就是不能折罪 我死 扳倒了你石桌 害了你全家的性命 我大仇得报 也让我呀 金凤山上的老师 瞧瞧我有多的出息 把年清柴二目竹坏 甚至要他的命 我是不是死罪了 是 可我老师说了 有多的货都他定了 竹完了年庚瑶啊 我就回金凤山 玉皇顶我就面见老师去 就这主意 这小子胆真大 提前他就构奋陕西凤祥国 打听好大人驻马落教之处 他牵在公关里边藏着 大人刚到头一天呢 地理环境不是恨熟啊 那么司徒朗 同龄等又不带跟前 在前面过档里吃饭 屋子里头可叫上去 年代人跟师爷杨有之 还有一个小同事伺候着 高飞不敢从头里走 要后边十五间赵鹏厨房那边过 他从厨房那边 脚搭一阳马 身子探进了后窗户 往屋里一瞧 看明白了 穿着袋子就瞧得出来 这是钦差 这才堵住了自己的双鼻 这个鼻孔 他把这箱拿出来点燃了 可就往屋子里头放 他也不知放多的伎俩 就听见里边 大人跟师爷说话 诶 又知老大人 这一阵子清香甚至好闻 不知哪里来的 也不知道 我闻的也是怪香的 童儿你闻的呢 回大人跟师爷 我闻的也挺香的 哦 行了 那么李卫跟我说了 闻着这股香 他就已经中了毒了 这才把香撤出来 拿手掐灭 把他搁在匣子里边 随身带好了 自以为得意 他在房上待着 他一回头 整条十五间造房里 那厨子沉世 这厨子老妈呢 这厨子正接手 小便 小便完之后呢 他购奔这厨房 他拿起手勺子 上这个草勺里边 换了一勺子菜 然后呢 他拿手指的 尝闲道 他把这手勺子里边菜 又扣回草勺里去了 高飞是少爷 高飞一瞧 这厨子可差点筋 你刚小便完 你也不携手 你就尝菜 高飞你管得着管不着 他急了 他把刀晾出来 他穿在厨房里头 这陈师傅 站着这个 造头了 这正炒菜 他拿刀 照着脖子这儿 扶一下 刀过人头下 他把陈师傅脑袋 隔下来 旁边一面破了 他把这脑袋 就处在面破了里 一回头一瞧 窗盘上有笔 有墨有纸 干嘛用呢 厨子抄菜单用 高飞敢说是胆大心细 抓工夫他还写了几句话 叶智虎凤翔 占用竹木箱 厨艺多不竭 因此刀下王 若问其中事 十多之端详 写完之后 把这纸条往厌台底下一塞 低了人头 够问罩棚底下 房檐上的小边一拴 他把陈师傅这人头挂在房檐底下 枪子扔厨房他不管了 这台插好了担刀 吻了吻自己怀里香 够问前面 过岛一瞧老少爷 英雄正在饮酒昏谈 嘿嘿 同林啊同林 你也往北下走 少爷我在后面坐正大 在案子头来弄不知到 这台掐着嗓子 喊着他们一声 呆 公馆里面有人杀人了 喊完翻身 他可就出公馆了 大伙为了保护大人 没工夫上房戏追查 他说后边跑了 这是他作案的一往经过 他可不敢在凤祥府久待 没等凤祥府四个城门紧闭 和府搜查 他人已经出了府了 直接购奔 金凤山 来到金凤山玉黄炳之上 见自己的老师 扑通通双击队倒 口称恩师在唱 孤儿国大仇得报 高飞一说这话 把和尊贵军吓一跳 和尊贵军知道他有仇 从耳朵让十多给拿下来 他们要到头呢 必然是到十多报仇 那么你 现在跪着我这说大仇得报 那就是你把十多给制作 何人不信 为什么 何人知道十多多的能备 也万说是你想想的高飞 就是我贵军找十多去 要赢十多不难 我的武术本领远在十多之上 但那也不是 说打就打得来 说我当为一身手就把十多打趴去 十多这九十来岁白活了 一世的侠兵 一练千元 铁背昆仑十多十斤生 长中有一口宝刀 这口折铁的棉刀 真要说利刃在手 我就凭一双肉打 我会军要打十多 这不见得很样 那么我就得量自己的兵人 量我的墨鱼骨鞭 可是会冰呢 几十年无墨鞭鞭 这一位老师传的那条鞭 他太自复了 少年之时行走江湖 人称双当掌 就我不练这一鞭 就凭我这一双肉打 就没有打得过我 所以轻易的 他不得送兵人 现在一听高飞说 徒儿我打铁铁棒 会已经气乐了 你报什么仇了 你把谁的仇报 我呀 我自己的仇 我跟老品识夺有残耳之仇 他伤长有尸体 那么你都问川西太原府 小王的坨识夺他们家 你把识夺置于死地了吗 没有 你跟他比武较亮 胳膊头给他谢谢一个人 也没有 那就你打着一钻 踢着一吹 踹着一跟头 也没有 将他的冰蛋打落 没有 你报我把他们家点了 没有 你偷他们家什么东西了 没有 师傅你怎么打个下车 三大会给你听 对 哎呀 就凭你高飞 你能把十多等着呢 那你说的我听听了吗 你把十多等着了 我呀 我没把他等着 那你怎么叫报仇呢呢 我把钦差的二目逐坏 我落了十多的名字 咱俩谁是下三岚 哎呦 高飞 你这叫什么招啊 这岂是英雄侠义所为啊 有能的找人报仇 没能的忍着呀 这辈子谁要问你这左耳怎么下来的 不能提十多二字 寒陈的 有朝一日大厨得到 你跪在我的面前 你对我演讲此事 不管出什么楼子 为师我替你担待 当初我说过这话 我准你下山报仇 你到十多报仇去 那么你把十多置于此地 十多在江苏上广交朋友 他也有福地有儿女 那时节 找你高飞报仇去逃到金凤山上 世间与黄鼎面见老师我 你说你手刃仇人 你把十多弄死了 他们要找你报仇 我来 打得想得有老子 我是家大人 我人在外面有货 我得管 你还我允许你找十多 你就这么找十多呀 人钦差找你得你了 且不说他是钦差 他就任何不是两性旁人 你把他眼睛给毒了 以至于七七四十九天 毒发身亡 三条人命啊 你把使盔子扣在十多脑袋上 灾增陷害 那么你多杀杀人呢 再说借别人的刀杀十多 于你脸上有什么光彩 人家找老师我的一讲道理 我无言以对 我想替你拔创拔不了 叫为师父怎样替你出头 高科广他不是拼拖到北京吗 他是出了北京城二号的小黄家 你把他致死的是灭门之罪呀 我还替你扛谁替我 我更大的句黄警 眨眼之间就是与国家作对啊 不是江湖上快意恩仇 说各门各户谁武术好找我来 那我恐怕呀 因为惠斌以为自己是天下第一 他自认他的武学已经没人能打得过他了 所以他不把江湖上任何人找得报仇来 但是以一个庙一个和尚 跟着个国家对抗 次王杀架一样 给年秦差弄死了 这我当不了 和尚听完高飞这篇话 吓得手脚冰凉食出汗 无彌陀佛 你长时间真得说 心乱如麻 就瞅到顶梁门上 三寸多长这一条子肉 出租之杖 动心 高飞 把这两宗东西拿出来 这盒是竹木箱 毒药 这盒是八宝莲花路 是解药 王老师面前一沉 老师 当初徒儿我一句话听错 皆因为您准我下山报仇 您说 惹夺的祸 捅夺的楼子有您盯着 结果我捅完了 楼子我捅着 您能管您管 您要说管不了老师 我绝不给老师您添心思 我给 御皇帝 带来密门之灾 池类老师于您 您的身家性命 和尚的大小 皆因为我死 我可不担这个 您看见没有 这有两宗东西 一个 就是害钦差 未报十多 残耳之仇的竹木箱 一个就是看解药 八宝莲花路 您把徒儿我置于死地 获得五花大王 送下金梦干 您献解药 把我献与朝廷 也就是了 这个事我不用您担 这叫激将话 知子莫若父 知从莫若失 这话都是相对 爸不了解儿子 儿子也得了解爸 那么知道贵宾 他的这个品格 他的这个人性 那么高飞是他大鼓励 高飞都不知道 知道他这老师 悟空一气 富傲于天下 没有他不敢 干什么事 而且确实会因 这个本领 在达民这套书 了不得 我不说 老师 您教着我吧 我求求您 您把我藏起来 不说这 反正说激将话 果然这句话 说完了 合成这么一听 一瞪眼 不说完了 你以为我失足异常 我愿忍心把你献住 怨我 谁呀 我当初许的 你下山报仇 我是说过 你惹夺了后 我盯 这我盯不住 盯不住 但是我说了 可能就能把我怎么样 好吧 高飞 这个事情既然你出了 你当初是为了 斗得万方 斗得十多 那么现在 十多万方 人等来到了 你 我 一定看见你这个字条 你留的这个字条 那一瞧 就真的是你 人没处找你去 必然找上 我的金凤山 一黄饼 如果你跟这两样东西 在我庙里头 我不承认也不行 这样 我给他来个 失口否认 我只能回认 凭我会宾 斗江湖 斗陆林 我斗不了 斗朝鲜 我可斗不了 而且我 人称侠义 我不能够犯法 你现在拿着 这两宗东西 不要留在山上 你下山购问 东凤庄 到东凤庄 找天下 第一节 方柏林 这是你的师大人 我亲哥 因为合上 胡家姓方 你去那躲一躲 忍生一时万时的 等过后 风平浪静 那时候 你才能再出事